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乎已经统治了那个地区 但是到底为什么朝鲜半岛就没有自己发明的汉字呢 我们知道朝鲜半岛是有自己的语言的 所以文字方面已经由他们发明 并不是一个语系的两个种族 交流都费劲 竟然还统一使用了汉字 而且汉语这门语言在朝鲜还非常受欢迎 几乎贯穿了朝鲜两千多年的历史 文化 原来刚开始的朝鲜并没有文字系统 虽然说有自己的语言 彼此交流之间没有障碍 但是要让他们说写下来 他们就只能用我们中国传过来的汉字 所以他们写的时候要用汉语 其实古代中国的许多周边国家同是如此 虽说他们无一例外都有自己的文化 但是关于文字方面 他们还得向我们学习 不过到了后来 随着朝鲜的快速发展 他们也有了自己本民族的语言 但是他们却还是依旧使用着汉字 这到底是为什么 难道说汉字已经在那里根深蒂固了 其实汉字在朝鲜已经成为了身份的象征 如果你懂得很多汉字语言的文化 那么就代表你极富有文化 在社会上是属于上层人物的 如果你会熟练使用汉语 那就是比一般人要高好几个当次的人 就像现在我们很多人都在学习外语 掌握另一门语言 往往在应聘中会成为资本 在中国古代元朝时期 统治者对于汉字非常陌生 毕竟他们是游牧民族 对于中原文化根本不了解 但是依旧统一那广袤的中原大地 而且还把疆域扩展到了欧洲亚洲等世界各地 成为我们古代历史上疆域面积最辽阔的时代 当时元朝的统治者见到朝鲜国王 他知道自己的汉语是一团糟糕 所以他见朝鲜国王的时候还字迁了一下 说道 我不识字 不懂得汉字是如何书写如何发明出来的 而你却精通汉语文化 是个精细人 跟你比起来 我就成了粗人了 朝鲜人于是就认为 自己的文化水平已经超越了中国 而且这件事还被他们记录了下来 变成了自己的心理安慰 后来朝鲜市中创立了他们自己的文字 韩字 不过无奈朝鲜人民都不想用这种韩字 而且在当时韩字还被称为电文 所以韩字迟迟没有取代过汉字 而且这种情况竟然还延续了四五百年 难道各朝的统治者都没有想过 什么办法吗 一位使用其他国家的语言 一定程度上自己的精神 就已经被人家给统治了 到了十九世纪末 这种情况终于出现了转积 朝鲜半岛对于汉字的热情突然下降 原来他们发现自己曾经仰慕的国家 现在已经沦落到了极其不堪的地步 成为了让世界蹂躏的国家 压榨的国家 所以朝鲜半岛一看中国已经成这样了 再加上当时朝鲜的民族意识也已经觉醒 所以汉字被重新重视起来 而汉字慢慢退出了朝鲜的文字圈 不过虽然朝鲜半岛统一开始使用汉字了 但是汉字的历史影响却在他们国家里前一默化了 你想把汉字从国家彻底抹除掉是不可能的 韩国和日本的课本中还有一些汉字在混淆其中 如果你不学习一定的基础汉字 那么你可能连书都看不懂 毕竟朝鲜的古代史册都是用汉字编写的 很多古代文化都是用纯正的汉语书写的 如果汉语的教育部都会造成韩国人与古代文化的隔膜 就会出现可怕的文化断层 这样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有些韩国人不懂汉语 就连图书馆他可能都不愿意进 因为他根本看不懂 如果出去旅游 有些古迹上写的都是汉字 他也看不懂 一个个成为睁眼瞎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